说起我国先进战机 人们想到的首先就是歼20隐身战机 但今天要说的却不是这款飞机 有媒体还专门发文称 忘了歼20吧 中国还有一款更让人畏惧 这里所说的就是歼16战机 自诞生之日起 歼16就一直是人们关注的焦点 关于量产的问题也是众说纷纭 近日有消息称歼16即将实现量产 在日前央17套一档栏目中 我国北部战区空军航空兵谋侣 在沈飞进行接装培训 1404P4的歼16曝光 歼16最初是从俄罗斯苏30的基础上 发展而来的 由于外形参考了苏30MKK 既有着独特的混血长相 但是却是我国最主研发的先进战机 作为一款重型多用途战机 它既可完成制空作战任务 也能进行对地对海攻击 作为我国主力战机之一 歼16自然也深受国外媒体的关注 美国媒体就将其称为 中国版F15 认为其航电系统经过大幅改良 加上全新配备的大量制导武器 其在进行远程攻击的时候 性能直逼美国F15 与俄罗斯苏30MK2 美媒的文中指出 在电子战方面 我国一直远远落后于美国 但近年来这个差距逐渐缩小 尤其是在歼16诞生以后 美媒称 我国正在效仿美军改造 超级大黄风战机的经验 将目前的主力机型歼16 改造为更具有电子战能力的歼16D 早在2015年的时候 网上就曝光了歼16D 进行试验的画面 与歼16不同的是 歼16D机翼一间 安装了类似于 美国EA18G的电子干扰吊舱 机身还多了些天线和电子战装置 更为重要的是 歼16D改变了机头整流罩的形状 随即或许是为了装备 更先进的有源相控阵雷达 美媒认为 这款电子战飞机 极大可能是用来对付美国海军舰艇 由于歼16D的挂载能力非常强大 人们赋予了它炸弹之车的美誉 有分析认为 电子作战是赢得战争的关键 毕竟开打后的前几个小时 是最重要的 必须要具备能够压制 敌方雷达系统的能力 因此有炸弹之车美誉的 G16D 将使中国空军的空中战略 转首为功 作为促进 我国空军战略转型的重要机型 G16可以说是汲取了 台湾战争和伊拉克战争的 诸多军事 如今 凭借先进的性能 G16也得到了众多好评 无疑将成为 保卫祖国的蓝天配件